要帶您來看到今天凌晨三點多 在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一路上 一家酒吧發生了酒客糾紛 當時一名酒客喝完酒 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推倒了店門口的物品 於是店員上前制止 小茂兩個人因此發生了拉扯衝突 現在混亂當中的酒客 還被員工打破了頭 由於員警到現場來處理的時候 雙方還是不斷在爭執 就擔心會再次爆發衝突 因此員警立刻將雙方隔開 帶回警局處理 黃姓男子頭部被打傷 衣服沾滿血跡 還是想衝進酒吧裡頭 跟員工理論被員警當場攔下 你不要開玩笑 你還在我身上 另一名穿白衣服的 是酒吧員工的朋友 原本也想衝上前找黃姓男子算帳 也被員警攔下 看到旁邊有媒體在拍攝 還忍不住怒嗆記者 根據瞭解黃姓男子 在酒吧喝完酒之後要離開 順手推倒了放在門口的裝飾品 引發誠信店員的不滿 上前理論 沒想到黃姓男子可能是酒喝多了 竟然還在店裡頭大聲咆哮 後來雙方發生拉扯 混亂中 陳信店員 攻擊黃姓男子的頭部 造成他頭部受傷 不管員警已經到場處理 這名黃姓男子不甘心被打 一直想要上前理論 討回公道 但是警方擔心引爆二次的衝突 連忙把動手打人的員工 還有這名黃姓男子 通通帶回偵辦 在詢問之後 依傷害跟設違法移送法辦